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4%之后有16.0%的通胀 所以这些我没有背给你 第二个最劲的通胀就是津巴布卫2008年 可能你也有些印象,有些银质有很多个0% 它的通胀就是8乘10的10次方利 我们以前看书,这些是不上网的 因为以前记忆中,真是厉害的通胀就是德国那次 但德国那次其实都是排第五,只是不够30厘 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南斯拉夫,一个是前苏联的国家 它的通胀分别差不多是3乘10的8次方利 3乘10的8次方,光速那么多利 其实你如果去到这样的通胀,那些真是废纸 如果真的离谱的通胀,以前我们说德国的通胀 他们是断中计的,即是你不要说 你想想一年,如果说是很多厘的 成千上万厘的话,你真的断中计 断中计的时候,你以为买个面包 拿出一堆银子,一车银子 去到那时,数一数下都不够 可能出现这麽愚蠢的情况 这些货币政策制度已经彻底崩溃了 不说不知还有什麽呢? 德国的一九二级一次,因为一九二级一次就是打完一战之后 你知德国喜欢打仗 打完之后,没有钱还,那就引人知道去还 一九二级,全世界都刨敲的20年代 那时他真的需要贴地 还有一次就是国民党那次 国民党那次应该是一九四多 即是林被人逼去台湾那时 那时他也是打外战,国共内战 就打得没有钱 那又是搞到走人了 这些超级通胀也没有多少 这些超级通胀是在一些很先进的体验 即是如果你说一九二级,德国也不是说得很先进 德国也是战后才比较刺响一点 通常大国或者大国的货币 就很少这样的情况 即是你那种货币怎样坏 都会有一个似样的人数用 智币就是你不够大 即是人不够多,经济体积不够大 那就容易出问题 如果你够大,即是难选三斤钉的时候 你很难出现一个很大规模的 叫做摆脱这些货币 你怎样摆脱这些货币 你怎样摆脱也摆脱不了 那么多人在这里,你都要找一个货币去用 所以国民党统治中国当时 他可以搞到一个超级通胀 我想这个算是市场比较大规模的超级通胀 即是在很多地方没有那么厉害 涉及的陆地面积,人口面积很少那么厉害 通胀其实就是物价上升 物价上升可以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你纯粹是供求带动 所谓纯粹是供求带动 即是如果你在最基本的经济学度 画一个Demand Supply Schedule 一个PQ图 打直是P,打橫是Q 有两条需求和供应曲线 那你需求那条向右移动 或者供应那条向左移动 你都会移动到的结果 就是价格会向上 即是需求增加 或者供应减少 你都是会推升价格的 一般来说这些通胀都叫做良性通胀 即是这些是纯粹价格由供求决定 你只是供应是紧了或者需求是强了 这样就会推升了通胀 那都可以叫做良性 但当然近年有些说法就是 如果纯粹是供应减少 尤其是资源紧着那些 有些都不叫做良性 但你看一下情况是什麽情况 譬如说七几年那样 真是石油危机 是一个很严重的重要资源的短缺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 好像早前那样曾经禁止 这些都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一般来说 供求它不时都会有些涨缩的现象 所以价格有对应的变化 也都不讲得怎样恶性 也都一般来说这些所谓 就算你是需求或者供应免得推动的通胀也好 不会很厉害的 不会很厉害的意思都是说几个百分比 通常我们说五个百分比之内 或者新兴来说是五至十以内 这个都可以的收货 但另一个通胀源头就是有银子 你可以想像如果突然间某个地方 银行瘋了一线 引多一倍的银子 突然间全世界的人全人类都富贵了一倍 那你所有东西都会加价一倍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测 突然间人人都多一倍的钱 所有物价都会对应上一倍 这种通胀就100%了 但这不是一种正常的通胀 是你自己搞鬼搞出来的 即是实质的供求是没有移动的 是你自己的货币现象搞出来的 如果你持续地有一些货币手段 搞到通胀是不尋常地上升 以及你可能不是一次过做完的 今天突然间多一倍的银子 谁知道你明天多10倍还是20倍 是吧? 会不会后天多一百倍 即是大家会有这样的预期产生 当这种预期产生的时候 就算你的政府不是真的在做事也好 那些通胀都会自然染出来 自然有一个通胀预期失控的情况 这个情况亦都在197年代出现过 所以通胀预期失控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恶性 你也可以说市场的超级通胀 其实多不少都有这种情况 这些通胀预期失控 九成九多是政府搞出来的 它乱印银子 它乱印银子通常的原因 它的背景是要是打仗 打仗来计算 如果看回一、二战 甚至19世纪的战争 很多时候是发债的 未必是直接引银子去做的 但另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就是 通常是发债在先 发债之后 长期的持续越发越多的债 政府的收入 不能够掩盖 政府的收入 不能够掩盖 不能够掩盖 不能够掩盖盖 也有原因就是 经济不好 所以政府的收入 我们说是财政的赤字 政府的财政赤字 就是和整个国家的赤字 那叫经常上赤字 就是掩盖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如果有通账失控的地方 财政货币纪律有问题的地方 他们同时会看到两个赤字 就是政府财政的赤字 有双赤字 有双赤字的地方 倾向会有这些问题 刚才提到的例子 或者如果找回历史的例子 其实很多都是这些地方 这些是什么地方呢 通常都是地球的南半边 南美、非洲 即经济本身已经差在先 不是一年两年的差 是长久的差 政府亦亦互来 政府不是有什么制衡的 它为所欲为 经济差又互来的时候 那就是长线来说 就是问题了 这种通缩的现象 就是近十凌二十年 比较普遍的 都是这些年代 这几十年才流行的 除了这些外 还有债务的通缩 债务的通缩效应 以及科技的通缩效应 就是说 一种债务 因为你如果重债的时候 你就有新钱 你都用来掌握旧数 即是新印的银子 就还了历史的债务 即是 Money Printed in Time T 就给了T-1 或者T-2 一路回回头 这个就没有通胀压力 甚至有通缩 第二就是 科技令到生产变得便宜 快捷 即是可以又便宜又快 自然供应就很厉害 供应很厉害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正常供求的变化 所产生的通胀 供应增加的时候 即是供应区的方向右移 即是价格下跌 或者有通缩压力 或者有通缩压力 这是一个良性的现象 但是 科技是随着 即是时日的过去 是一直会日生月异的 但是科技 带来的通缩效应 又不是年年都有的 你是要那些科技成熟 即是下跌 譬如说 你有一个科学的理论 发明一些发现了 到它变成一个技术 即是经常是科技 你涉及有一堆技术的人员 工程人员 然后有那个科技 现在有很多科技都有突破 但是你的科技要拿地 接着又要有一堆科技的企业 去把它普及化 推销到一个应用层面 你要普及化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那个学理 有那个技术 你还要大量的生产到 应用到 尤其是一些人命那些 当然要过满政府的关 测试这件事那样 你要下跌地 完成了 然后再大规模生产 可以便宜到 那你才会产生到 通缩的压力 但是其实 这些都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由你有那种东西 到你那种东西 真的可以带来通缩压力 不是那么短时间的事 举个例子 譬如这个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应该可以省很多人 理论上 现在全世界有那么多辆车 你都知道香港有很多车 不要说全世界 全世界有那么多车 你都不需要司机 你想想可以省多少人 那里一定是有很大的通缩 但是现在不行 说了这么多年 无人驾驶的技术 不是新的了 十几二十年了 已经稳定了 但是你现在说 真的能下跌地 都未行 都未是好 不知道是美国 这些事情正在试图 所以你带来的通缩压力 可能会摊开很多年去摊薄它 至于债务 就视乎人口老化程度 即是人口越来越长命 越来越老化 或者人的出生都越来越低 那当然就令到 那些债务的负担会重了 那些人可能会储蓄多了 那变得债务多了 但是这也是很缓慢的过程 又不是很急的过程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科技通缩 以及我提出的那个债务通缩 是近几十年的现象 但是它带来那个 实际的通缩 它减了多少呢 其实是很少的 即是对比一些货币政策 或者一些经济周期所带来的 赚豪源 即是你的货币政策很简单 你去年不停印银纸 今年你都来了 已经见到了 那些通缩是几个百分比 但是如果你纯粹 我刚才说的那些科技 或者债务 是很多年才带来 可能不止一两个百分比 或者以内的压力 那压力就太少了 你首先要处理通胀 首先要处理通胀 要减清楚通胀的源头 刚才说的那两个 一就是它本身的供求变化 价格和公共有决定 第二就是货币政策 过程的货币 如果你是货币政策 过程的货币 这个容易解决 你停了这个行为 收回那些钱 便可以了 那你收回那些钱 你收回那些钱 如果你说供求那两方面 那你就视乎是什么 是供领求 有些不同的 如果是需求那方面 需求这方面 一般来说 书本会告诉你 都是可以用利率去控制的 因为利率会改变你 对今天与明天相对价格的看法 即是今明天的价格 就是利率 理论上你改变的利率 就会改变你对今天与明天的价值 相对价值的看法 那你的需求会因而改变 即是今天与明天的需求 相对来说因而改变 这是可以的 但如果供应来说 就像最近那些短缺 譬如某种资源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你搞什么货币政策 其实都多余 以及这些资源 如果它怎样无法 如果它是一段时间 因为禁止 因为货轮打斜了 那你撥回正锯就有了 那些东西也是有的 那些其实实在不用解决 所以你看过去一段时间也是 譬如说疫情禁止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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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央行人疯了 看到他们以为全人类死亡 然后做了很疯狂的做法 不,你很疯狂的做法 在一段时间是 你稳住民心 稳住企业的货币政策 是可以的 但其实很短时间已经够 譬如说你看去年 真的很害怕 都是三四五月左右 其实你过了五月 根本油价都不再负数 上回来 其实六、七月 已经看到那些东西慢慢正常化 实在那时候就不用那么大手 那时候缩就当然缩了一点 但譬如说你去到去年尾 今年初 你已经看到那些东西 真的都已经越来越定的时候 其实应该早点要考虑熟 因为你明知那些供应缺口 根本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的 还肯定做 其实很多人都做凸了 做凸了 你会看到 譬如说西约的美国来计 十四跌回到六 很快就跌了 但其实六之后 六、五、九、九、八都慢了 那你这一下慢了 已经告诉你 其实你的货币 调出来的效果也差不几 你说再进一步调 你要失业率下跌 你不要再派失业救济 那些人上班便不下跌 即是开始要用另一些手法去处理 就不是货币手法去处理 所以你加息不加息 或者有没有其他配套 就要看回实际情况 即是你针对通胀的源头 是怎样例的 原因是什麽 当然当局者迷 发生事件那一刻 都不容易判断到事件的性质 但这一次是容易判断的 因为这一次摆明是因为疫情封锁 是一个供应判断的 是很清楚的 这次是容易看得到的 所以其实这次做的判断 不会太难 现在真的要收水 其实应该都可以 理论上应该很快收得回 只差他们就是政治的意志不太够 通胀就说了那两个 所以今次的通胀和下一次 跟结束之后的通胀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 即是每一年发生的事件 我不会知道 但是如果发生那件事 你说得出的话 那些本质会是怎样 其实都大概会顾得到 现在很明显是那些作怪 但是接下来 会不会有一些局部式的战争 或者是斗争去消灭了一些通胀 这亦有这样的可能 即是我们向前看 不是只是说回以前 向前看 其实现在看得到 那个环境不是那么好 即是譬如说 你会不会有一些毁灭性的事情 做出来 或者令大家对前景看法有一个改变 所以需求会弱 那可能这个要小心一点 当然另一边也有个可能 就是环球都没有办法一体化 没有办法合作 那种科技带来的通胀效应 会不会回头呢 即是会不会有多些通胀呢 各自为证 各各要做一条龙的生产线 那些成本一定贵了 会不会令人通胀高一点 那是会有的 有通胀有通胀有通胀有两边的因素 所以 衡量 即是合起来一起看的话 我想 不是十分之悲观的 但是通胀要回到很低的水平 或者0,1,2的水平可能会困难一点 即是中期计算是这样 都可能会维持在3,4,5的水平 即是现在初步判断体 通胀都 正如我听说 有些利好利胆的因素 但是合起来计算 可能短期来说 会上一上 再远一点 会不会有些不知什么形式的战争 或者有些需求的减少 或者加息降低 然后另外通胀是稍微 可能也会下跌的压力 所以 都是相信 5以下的机会会比较大 通胀对理论上 对有钱的家产是最大影响的 你想想 你没有钱的话 你会不会受通胀影响 是吧 如果你先都不先 全部都是身无障 物通胀完全不关你的事 如果你的钱只够你起居饮食 那你没有什么储蓄 你有的都是物资 物资是不湿直到通胀 钱才会湿直到通胀 所以 其实是有钱人的问题 但实际上 现在市场有些方法 赚钱容易 所以 有钱人也不会黯居居坐在那里 等通胀蚕食他的财富 他也可能透过不同的理财的方法 去为他的财富大量升级增值 所以实际上 如果有这些工具的时候 反而有钱的人 相对财富就更加多 相对来说有钱了 窮人相对来说是窮了 其实是市场作怪 主要不是钱的问题 你要知道 如果有钱人只拿着钱 他就没有办法抗通胀 你想想你拿着一亿几千万 你怎样抗通胀 或者有很多个亿 一亿几千万你都可以买 如果有很多个亿的时候 你买不到那么多东西 他一定是要透过一些产品 去帮他升值 是一些产品令到贫富懸殊 主要不是那个银子本身 品质来订阅 与这种好干 wore 区的证ocation 火锒 杀道 贩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